啊,我电影成长的记忆,想象一下,那是1980年的夏天,真正的我,一个天真的电影观众,口袋里装满了硬币,准备点燃想象力,那时候,我只能看这一集电影,剧情永远不会超过撒了牛奶和丢失的小狗。 但呃,当我父母决定分道扬镳时,事情怎么变了,失婚,我的朋友们,这是个游戏规则改变者,突然间,我发现自己身处一美元应援的劲敌,那里的限制给予高片敢于调斗我的纯真双烟。 迅航的出现,这部电影承诺的不仅仅是高海浪和平稳的航行,而不,这是一次未知领域的冒险。 但我却不知道,那一滩究竟会导致一种其实,如果你愿意,这是一种电影决心。 然后是蓝色的珊瑚礁,一个热带天堂,失去的天真,以及,坦白说,阻一于夏季桑那像媲美的正气。 克里斯托夫·阿特金斯,你那被阳光闷过的头发,和准备好上海潭的体态,你是青少年梦想中的材料,我的第一个电影明星暗恋,如果你愿意的话,所以,在你特别的日子里,向你致敬,克里斯托夫·阿特金斯。 愿你的生日像你的表演一样标志心,愿寻有荷兰湖的回忆,继续让我们多年来发笑生日快乐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